南無阿密佛佛 大家吉祥如意 今天來跟大家講解何謂佛像開光安坐的含義 這段時間有不少佛友私下問說 在家裡面請的佛菩薩像我們要不要開光呢 那根據大部分大家有這個疑問 今天就來為大家來講解什麼是開光 什麼是安坐 那我們在家人如果在家裡面來弄個佛堂 那麼有哪些事項需要注意的 來跟大家分享 那什麼是開光 道家有道家的這種開光的儀式 佛家有佛家的這個儀式 所以我們不能用道家的觀點來看待我們佛家的這個開光儀式 那麼我現在就引經句點 對於是提前提到的 師家窩尼佛呢 在一切如來安相三昧以鬼經 中講到 父為佛像開眼知光明 如典眼相似 即送開眼光真言二道 那么在四诗五诗诵中称开光叫圣柱 圣人的圣圣柱 圣柱是非常标准的称呼 意思就是请佛和菩萨的化身与般乐智慧 安住于佛像之内名为开光 这样各位有明白 那么开光严格来讲只适用于寺院落成 或者是佛教的塔院 那我们一般在家人在家所设立的佛堂叫安坐 那么开光除了我刚引经据典之外 那么开光还有另一层含义 所谓开光就是开启我们众生内在的自信光明 名为开光 各位来想想看 佛都成佛了 还需要我们凡夫属子来为他开光吗 是不是 那如果佛还需要我们凡夫属子来帮佛开光的话 那佛不是也成为凡夫属子了吗 所以我们要了解开光含义就是见弦施奇 佛都成佛了 我们还在六道里面轮回 所以我们见到佛 佛是什么 觉悟者 所以我们看到佛呢 就是由佛像的这个表法来唤醒我们 众生本质具足的清净佛性 所以我们透过开光来唤醒我们 来开放我们自己内在的自信光明 名为开光 所以我们对开光一词 一定要特别认真的来如理去思维 另外一个含义 开光顾名思义就是 我们请佛菩萨降临到我们的这个会场里面 这个道场里面 请佛菩萨来接受 请佛菩萨的降临来接受我们 作为弟子最虔诚最无上的供养 来供养佛菩萨 所以开光的含义 我们要先搞清楚吗 那么有些人会用世间的一些观念来讲 像有人就问说 因为坊间有人说佛像如果没有开光的话 有很多无形的众生会住到这个佛像里面去 那我在这里可以很虔诚很恭敬的来回答各位 据经典记载有佛像的地方就有护法 既然有护法怎么还会有这种无形的众生寄托在这个佛像里面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 供奉这个佛像 最怕就是什么 供奉者的心态 如果供奉者的心态 心是邪的 就算你没有供奉这个佛菩萨像 我们也会跟邪的这种众生合在一起 因为气味相投 所以只要我们如法按照佛说 这个佛说照相功德经等等的这个仪轨 我们来这个供奉佛像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些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啊 这个观念不可以捆摇 也不可以拿这种世俗的 世事而变的观念啊 来看待我们佛教啊 两者是有差异的 那什么是安坐 安坐 我用两个角度的来跟大家解说啊 安坐是一个表法 顾名思义啊 就是我们众生啊 我们的心啊 就像这猴子一样 心原意马 世处向外攀缘 心非常的浮躁 不定 不能安坐在于某个点上面 那么安坐之意 就是透过佛像安坐 来唤醒我们 要安住于此 安住于当下 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 好好的在法上用功啊 名为安坐 另外一个角度 解释 我是把它理解成了 我们请佛菩萨呢 来我们的这个家里面 放光 普照 与我们啊 这个 罪业凡夫众生啊 相伴 相伴 相伴就是 透过呢 佛菩萨来 陪伴我们 来激发我们的道心 让我们在修学路上呢 能够精进 不会走错路 这是我另外一个层面 我自己的理解 那很多人对安坐啊 我所观察 所了解啊 很多人对安坐呢 就好像 我请佛菩萨来我家的 来帮我看家 故门的意思 这个 这个观念啊 是大错特错 所以安坐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请佛菩萨来我们家 来普照 然后呢 来指导我们 来引导我们 修学佛法 来这个 修行 契入这个涅槃道 名为安坐 那开光 安坐讲完了 在这里 再补充一点 像这个密教啊 密教的佛像的开光 安坐啊 他们比较讲究 佛像呢 一定要刷金 那佛像内呢 要装杖 里面有摆金书啊 舍利 金银 珠宝 玛瑙等等 所以佛教每个教派 对于开光 安坐 在这个坐法 以后呢 略有不同 但本质啊 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 回到 那我们在家人 想要在家里 设立佛堂 要注意哪些事项 第一个 我们在请佛像的时候 一定要如法如意 像这个佛说 佛像 照一切这个功德经啊 记载 佛像呢 都有一定 严格标准的这个尺寸 我们必须按照这个尺寸啊 来做这个佛像 是第一个 第二个 选一个好的日子 时间 然后呢 把家里呢 用干净一点 腾出一个空间 来做佛堂 那这佛堂呢 要切记啊 千万不要在这个梁底下 或者是呢 这个厕所 这个厕所门 对着佛像的 不管是侧边的 或是我们后面 佛的后面 佛堂后面 千万都不要有啊 那如果真的空间真的没办法的话 那至少啊 如果我们佛堂在这里 后面是厕所的话 这个墙啊 那个木板啊 稍微钉后一点 稍微让它有点隔的这种距离 那会比较好 那第二点 我们既然请了佛像 尽量呢 请越单纯越好 不要杂 任何一尊佛菩萨 本质 本愿 都是一样的 都是杜化我们众生 让我们啊 都能够离苦得的 这是佛菩萨的本愿 所以我们请佛像的时候 一定要请我们自己 喜欢的 相应的 那在请佛像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去检查 这个佛像 佛身 是不是很完整 因为有一些啊 这个文物店啊 卖的佛像 可能摆了好几年了 它有一些佛像可能底部啊 或是其他啊 文物比较细一点的 我们比较不容易发现的 会些裂痕 那么像这种佛像呢 我们就尽量的 不要请 就请圆满一点的 就是很完整的 啊 比较如法 那我们请来之后 佛长弄好 请来之后呢 就要开始 这个点香啊 供水 那么点香 香方面 跟各位建议啊 我们尽量啊 点这个卧香 我们不要点立香 因为立香啊 有太多的缺点 第一个 立香 因为那香啊 那烟是往上熏啊 所以这天花板 很容易啊 熏人黑黑的一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香板在掉的时候啊 有时候啊 那风一吹的时候啊 被吹得满地都是 而且呢 那个香脚要实实啊 要清除 所以我们点 卧香就好 拿三杯 供水就可以 越简单越好 那么第三 那既然我们佛堂弄好之后呢 千万要切记 这个佛堂的选择啊 很重要啊 因为我去过很多 这个佛友的家里面啊 有一些佛友 他的佛堂啊 啊 就像我后面一样 这里是佛堂 可能前面就是客厅的 这边是电视 这边就是沙发的 然后呢 一家人呢 吃饭看电视 通通都在这个 这个佛堂前面这边 要切记啊 这一种啊 我个人是比较不鼓励啊 为何 因为有一些社会人 可能啊 家里面可能只有自己在学佛 可能其他家里面的人没学佛 那有些社会人呢 在家里面啊 就只穿了一条内裤啊 跑来跑去啊 这个是对佛的不恭敬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些人家里面供了佛堂 那客厅呢 就在佛堂前面 每天呢 三餐呢 都吃荤的 吃荤食 那在家上有一些啊 社会人 可能这个 这个习气比较重一点 开口闭口都是三四经的 啊 所以 尽量啊 我们佛堂尽量啊 不要跟客厅啊 混在一起啊 能够独立分开来是最好 因为毕竟啊 佛堂是清洁之地 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开来 这样子呢 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这个路上啊 也更能够啊 顺心 而且呢 对佛呢 是一种恭敬 那么第四 好 前面呢 是三个 我讲完了 最重要的一个 设立佛堂的 最重要 最要记得的这个注意事项 那么第四 那我们家中啊 请了佛堂 这个佛堂弄好之后 佛像供上去之后 那我们要如果来 这个 这个 进行这个所谓的安坐仪式呢 就很简单 我们这个客颂本 里面有一个叫 这个 佣之净水 佣之净的这个站 我们呢 就把客颂本打开 按照这个客颂本的这方式 佣之净水 我们就先念完一遍之后呢 南无清理佛萨摩扎之后 念完之后呢 就念三称的 南无大悲观世音佛萨 念完之后啊 开始 撒净 持那个大悲咒 撒净 那撒净为什么要用大悲咒 要持大悲咒 要用大悲咒 要用大悲咒水呢 因为我们啊 凡夫所居住的这个世间啊 叫五浊二世 那佛菩萨呢 他们所住的地方呢 都是清净 无渣男的 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我们今天 请佛菩萨来 来光临我们的道场 啊 光临到我们的这个住家 来接受我们的供养 所以我们要持这个大悲咒啊 大悲咒 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 当我们持这个大悲咒水 在撒净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环境 透过大悲咒水来撒净之后 我们呢 这整个环境啊 都能够得到净化 都能够啊 成为一个清净啊 无渣男的一个 一个圣地 啊 这个是真实的 所以呢 我们呢 杨之净水完啊 就开始 三称大悲观世音菩萨 开始持大悲咒 撒净 那撒净最好啊 能够从啊 自己的佛堂开始 撒完之后呢 就到自己的这个 客厅啊 厨房啊 后央台前央台啊 厕所等等 就是把屋子呢 把它净化一次 那我们呢 大悲咒啊 练完回到佛堂正宗戒的时候呢 啊 就练到完为止 就开始 看你要送金刚鸡 或者是普门品 一部自己选 那我们一部完之后呢 就记得要上供 那我前面啊 刚忽略一点 我们要 这个 撒净安座之前啦 一定要准备鲜花素果 然后呢 六碗 菜 一碗饭 然后接着就可以撒净 那我们撒净完 金送完之后呢 大概十点半至十一点左右 我们就来个五供 那五供的客厨本里面也有 我们就按照这个仪轨 来五供一下 就回向 就可以了 所以整个 家里面的这个佛像 安座 就能够如法的 圆满的 结束 这样就可以 那如果我们呢 想要设佛堂 那环境又不够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请那个 这个卡片 卡片式的那个佛像 那么请卡片式的佛像也可以 也是要切记 我刚刚前面讲的 我们一定要供奉在啊 这个佛像啊 就供奉在比我们胸口还要高的地方 不能低于这个胸口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也是一样 我们呢 既然有供奉了这个 佛的这个卡片之后 那我们每天早晚就是问讯就好 那自己说要不要供水 点香 那就看个人 这个 自己去斟酌一下就好 然后呢 我们逛奉这个卡片的这个 佛像之后啊 也是回归到我前面所讲的 好 不要呢 自己啊 穿一条内裤 然后自己在这个 在这个 佛像前面跑来跑去啊 或者在佛像前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口无遮拦啊 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啦 这个通通都是要切记切记 我们身为佛弟子 一定要如无法 如无法来 按照这个经典来来行持 所以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解这个佛像 开光安坐的含义 然后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呢 该如何来安坐这个佛像 大致上呢 就是这样子啊 很简单 那我们呢 佛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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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好 安坐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多花点时间 在这个用功上面 因为啊 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既然我们有安了佛像 也弄了佛像 那我们就应该啊 要多花点时间啊 在这个法上啊 用功 这样呢 对我们道业啊 会有所啊 帮助 那么今天 就跟大家呢 分享到这里 希望呢 对大家呢 能够有所帮助 那如果各位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可以呢 在影片的下方呢 多多留言 我们呢 大家来 交流交流 最后呢 祝福大家 身心健康 吉祥如语 阿弥陀佛 有所调 老子 他 有所调 能够查 有所调 是碎